吃饱后不建议做的四件事 1.不建议立即运动 不良影响、胃下垂、消化不良等等 正确做法 建议至少休息一小时后再逐渐开始进入运动状态 2.不建议放后立即洗澡 不良影响 引起消化不良因为放后洗澡 提表血流量会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便会相应减少 从而使胃肠的消化功能减弱 正确做法 如果要放后洗澡 那就建议最好放后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3.不建议立即吃水果 不良影响 不能正常的消化 因为水果会被之前吃尽的食物阻挡时间长了 会引起便秘、腹泻或腹胀等症状 正确做法 最好是在两餐之间吃 4.不建议立即食冷饮 不良影响 消化不良、腹泻、胃静丸、腹痛 正确做法 建议至少放后一小时再食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